《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 今早推介《信耳光能968》 选择原因是环球协力推动新能源 在碳达风、碳中和的背景下 新能源继续成为大势所趋 中国重点发展光伏和风电建设 国策推动下 据中长期投资价值的 可以优先跟进《信耳光能》 《信耳光能》主要收入 是来自制造和销售光伏玻璃 尽管光伏玻璃的价格在第二季受压 集团仍然保持盈利 早前并发出盈利预期 预计今年头六个月的纯利 会大幅增长1至1.2倍 主要是由于集团光伏玻璃业务的销售 和盈利能力增加 走势上 《信耳光能》连续两天高过三月以来的阻力位 即大约15元的水平 大港股后市关键 需要留意着美国加息的动向 今星期多位联储局官员会发表说 将会左右香港股市的表现 《信耳光能》 如果能够 何时不就样 会有什么跑 等会有的 或许多在楼下 数一般